首先还是你一个工作的状态也很知识 还有一个当然你颈部的问题很多跟疲劳有关系 那么怎么来防护呢 首先当然你第一个不要疲劳 第二个你纠正你这不良的工作的知识 阅读的知识 那么你自己该多少时间起来休息一下 那么这个书应该看多少时间 那么这也都有些讲究 包括我们现在游戏机啊 这个手机啊 都是影响到我们颈椎的一些非常糟糕的一些问题 那么当然我们除了注意这些问题以外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操 那么以前最经典的嘛所谓的米字操啊 但是呢米字操呢可以做 但是呢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这个生活的习惯 那么工作的习惯 你可以对这个米字操自己适当的进行改良 那么米字操因为用头来写个米字嘛 那么你自己看哪个动作你做了以后不舒服的就就不要去做它嘛 哪个动作做了舒服的就多做做啊 这是米字操当年也是比较流行的 但是呢我个认为呢病人来问我的时候呢 我说你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改良 总体来讲呢是用这个你看看这个做什么姿势你比较合适 我自己呢比较是自己比较喜欢做的动作呢就是回头看 我们就要啊 回头看啊 这个这个 回头看把头转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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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到底 转到转不动了 这样慢慢地看啊 这样慢慢地转 转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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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不动了 那回头看啊 这个往你的腾部的地方看 这样呢 你甚至可以转过去停留一会儿 那么其实呢还另外呢还比较简单的 你回到家里睡在床上 你可以灌一个热水袋 热水冲个一半 垫在脖子底下也是可以的 回到家里有人帮你忙的 用个电吹风对了你的颈部吹吹热风 那也是可以的 再不行我自己把手搓搓热 在颈部上面做些按摩 搓搓热做些按摩 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操是多种多样的 就看你自己适合做什么 另外当然我们这样摆动一下 摆动一下 一边摆动一边把脚垫起来 让它能够把血让它从脚回流到上面来 那么促进一些血循环 它也是一种操 那么这种操也有利于颈椎病的预防 哇 它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操也有很重要的 它也是不可以的 那这个操也不会讲到 OK 你 感谢